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我文杰 也有Tommy仔 到今天《球迷天地》的节目 有一个喜讯 就是在转会消息中 一直传了很久的 效力西甲马拉加的 中场大佬西班牙国脚指挥官的 新迪卡苏那 终于落实 亦都官网 亚仙奴的官网 自己也证实了 就加盟了 其实之前这几天的消息 都传到 怎么说 纷纷传出 又说他早就去到冰工厂的地盘 亦都说有些年轻球员训练的时候 自己在Twitter上都说 我已经看到新迪卡苏那在 老闆还没说 早就去了机场 整件事都准备 凶月来曬风 现在一定是确认了 新迪卡苏那来到 这个位置在阿斯陣中 说完全没有这类型的球员 又不是 但是你说真的要去当VL球员 我想他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始终是老司机 艾山云那些 都已经去到 一个挺大的年纪 那 亦都是说 未来已经出发的 去德国集困的25名球员当中 已经有了他的名字 如果他不是落实加盟 又怎么可以呢 但是你说 是不是通过了看策 就一定会加盟 以往试过一件事 其实也是来自西班牙的球员 华伦西亚的安古鲁 其实当年他在阿仙奴 应该是05-05之间的那两届 其实他是来到阿仙奴 完成了看策 好像说 云加可以500万磅就拿掉他 但是最后呢 他完成了所有东西 结果他都反过去走 回到华伦西亚 他不想留下冰工厂 就是这些没办法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这个事件 就是 开心了 我想各位冰工厂的球迷 或者 对于一向外界认为 阿仙奴连年暑假都不是 怎样肯花钱的朋友来说 甚至卡苏 本身他个人的身价 你会拍到斯丹那些 斯朗那些 当然是差很远 但是现在说的是 我们今届已经买了几件 暂时三件 还有传闻来的 还要是不少 也据说 根据辛迪卡苏所说 其实他自己 加盟阿仙奴的其中一个原因 除了他的球风 和阿仙奴的风格似之外 曾经下来过 唯一利益的皮利斯 法比加斯 其实都给他个意见 其实说 你在阿仙奴一定是很开心的 甚至乎比起西班牙球会 这件事 皮利斯和法比加斯 都有一点帮忙 令到这件事都可以成功进行 看看纽尼沙显来不来 一直传闻 纽尼沙显 本来我以为他为什么 去了伦敦这么久 都不公布呢 阿仙奴的官方 是否要等纽尼沙显那边 一次过曬 一次过曬出来呢 结果又证明 我又想错了 但不要紧 纽尼沙显 可能纽尼沙显 他们那一波 可能几个一起来都还没有 你知道 除了纽尼沙显 土耳其国家队 是一个 叫做派牌型的防守中场 在去年 转了个王马之后 就没得出 但是他的质素从来 从欧洲球团来说 都已经被肯定证实了 现在在传近的 范塔克 还有个马维那 这个法国国脚 也有这个 效力赛鲁迪的 这个肯瓦国脚的 这个云耶马 也有这个 这个我就觉得有 少少 没什么可能的 就是云达维尔 这个阿仙斯的荷兰国脚有后发 相信这个都是全民的感觉 都是剩下一年的合约 大家现在的合约 其实那个精神 都很有趣 我说跟你签四年 但其实实际上有下 就只有三年 最后那年分分钟 是有等于没有的 现在的合约精神就是这样 Sandy Casola 好像Tommy仔你所说 除了风格適合阿仙奴之外 其实现在陷阱在阿仙奴阵中 的确 我不知道各位兵工厂的球迷 或者其他的球迷 你们同不同意 就是说 其实现在阿仙奴的中场 那个级数在欧洲球团来说 和最顶班的几间球会 比较之下 其实是低一档的 其实是低一档的 所以说 现在好像 认为了这么多人在中场 那怎么办 但是如果 你的板凳心度不增加 那去到季中 或者二三月份 打欧联的比赛 去到16强的话 然后你很忠实不够用 我觉得这样的思想是对的 還有雲嘉一直以來有執教 很明顯看到有些球員是負責派牌的 在以前年代的韋拉 去到法比加斯 現在是雅迪達 其實他也要配合一個懂得用球上腳 盤扭揚的球員 以前的皮里斯 去到之前的娜斯利 現在這一刻 真的要去接這個棒的 薩迪卡蘇拉 都是很適合的人選 他有點像以前娜斯利那種感覺 他扭上腳的能力就很強 一直扭著球跑的時候 可以給到直線去前面的對手 我相信他配合新加雲的普魯斯基 或者基奧特都頗值得期待 因為這一群球員 好像大家左腳都很厲害 都是左腳 復興阿斯利左邊 阿斯利最高輝的時候 就是左邊超強 亨利皮里斯 艾瑞高遠 現在也值得期待 或者這件事可不可以復興左邊 沒錯 講到左腳這個問題也是 也挺多左腳球員 如果 雲佩斯留隊的話 也挺好笑 大家 真的 全部 究竟怎麼辦呢 但是我認為 可能我自己對娜斯利的感覺 一向一向都是一般的 我從來不覺得他是一個很超班的人 所以 我覺得薩迪卡蘇拉的波底 其實會比娜斯利還要高一班 而體統戰局的能力 相信也會比娜斯利高 更加上一件事 就是連法比加斯都不及 就是那個死球的威力 其實薩迪卡蘇拉 甚至乎放在西班牙國家隊的陣中 都是頭二三位的 那這件事是我覺得 雲佩斯這次投資這筆錢去買這個人 是相當值得 又這麼說 就是不好意思 馬拉加 你們財困 如果不是我相信 現在這個二千多萬的 歐元的這個數值 即是接近二千萬磅 原來又提高了 我想也買不到薩迪卡蘇拉 應該就是 因為其實馬拉加又要打歐聯 對不對 上天這麼辛苦 去到季尾這麼拼命 搶個西甲路四回來打歐聯 結果現在他們那邊都散班 即是走了那些好球的球員 都替他們幾可惜 不過這個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希望薩迪卡蘇拉來到我們那隊球 可以 提升到那個級數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 其實級數不夠 我始終覺得 不要怪我坦白說 這麼直接 就是說 大家都很喜歡 很欣賞亞迪達 其實放回歐洲 你跟最頂班那晚中場比較 都還是低一皮 路斯基又已經是蛇傷患 艾沙雲又 你不知道他會怎樣 只有喪治 喪治也沒有太穩定 特別是在防守的意識那裡 變成了整隊球的級數要增加 你說紐尼沙軒來到 我覺得還挺需要的 始終去年我們一季初這麼跌蕩 原因是因為沒有了那兩個人 走了那兩個人 另外就是同時間也沒有了位書 一下子其實我們沒有了三個中場重心 而導致我們這麼跌蕩 今年雲嘉其實重點在這方面入手 我都覺得他對 反正之前買普魯斯基或者基奧特 是因為他預計到 有炸前鋒要離開的意思 就是填一個添的意思 其他英超的球隊 好像阿仙奧中場是特別容易 多球員傷的嗎 他們特別柔軟 現在這一刻 多些球員在裡面有調動 這件事絕對是好事 上季季尾尾時 阿力達受傷了 已經令到阿仙奧的成績 立即是差了一點 若然阿仙奧來到 他們兩個輪流這樣踢 一方面可以減輕了阿力達的重要性 對阿仙奧來講 整個局面是一個有利的形勢 你看回英超球隊 車仔那邊可能會有比較多的買賣 在球員之間出入 另外就是 真的有數到阿仙奧 你不要計算中型班 換了很多人那些 你都不覺得那些 孟城也沒有動過 但他們本身那班也是夠的 孟聯又沒有怎麼動 在開季之前 給一般外界的球迷 都會少說一件事 又說不買人又行 又說只是買幼稚 幼稚他也想買 一個效力發甲卡昂的 這個前鋒尼安 尼安 叫做逆陰名 十七歲 雲家也想立 看看如何 後防球員 我覺得首先看看我們的副領隊 保特他如何撿回我們的後防體系 因為我們的後防球員 每個人拿出來都被人說 有質素 為什麼有質素的人 陷在一起 後防這麼多脫漏呢 這個是整個訓練防守的意識 出了問題 這個也要相對地提高 無論如何 接下來這一屆有這麼多新面孔的加入 起碼球迷看起來都會新鮮刺激 值得期待 比起上季的季初令人擔心 這季的阿仙奴作為阿仙奴球迷 是很期待快點開季 快點看第一場的比賽 因為你也想看看一群新兵 能不能夠盡快融入 還有你也想看看那些 還未知的號碼 球員賽有多少號碼 這件事阿仙奴球迷也很關注 另外又另外一樣開心的 就是網球手英國的梅利 拿了冠軍之後拿了金牌 他也公開說 我是阿仙奴球迷 挺開心的 也好像中了一個長跑選手 法哈拉 也是一個阿仙奴的球迷 似乎金格零尺多 一些阿仙奴的運動高手 在奧運奪金之餘 也公開了自己的槍迷 很開心 我覺得這些是一個 開始有那股氣味 不過也要花幾分鐘時間 和大家講講 就是阿仙奴這個 開始轉變大動作的模式 其實和他們以往的幾屆 可能是會有些分別的 因為美國人掌桌 其實算盤數其實都挺慘的 包括了今天有個公開的報道 就是說他們的阿仙奴 就是我們阿仙奴第二大股東 烏斯曼洛夫也都說到 他很討厭那幫大股東 就是他拿著60幾個百分的股份 但是你又不放大投資 他說如果給他的話 他就已經可以扔很多錢出來 但是他是第二股東 他現在都沒有聲音出 因為他 這個烏斯曼洛夫 應該好像全歐洲 前三名最有錢的人 其實我們阿仙奴 應該是最有錢的球會 真的是 我們其實是最有錢的球會 但是我們給人的感覺就是沒有錢 美國人的管理模式要計算盤數 他們也說到這幾年來的投資是失策的 令到沒有了很多錦標 他認為 也在2014年 我們很久之前的 阿仙奴球迷天地也說過 就是2014年 去到阿仙奴有一兩個大的贊助合約 已經是完結了 運動牌子 或者是 那個深厚那個 油獎球場那個 那樣 那樣怎麼辦呢 你要再談那個新的贊助 包括了大家知道 例如利物浦 孟聯 新來的贊助都是非常天價的 那阿仙奴你要談的了 你要有的了 你的贊助合約要高價肥弱 但是如果你的成績 還是那麼多 比如說爭不了冠軍 Touchwood說一句 那怎麼辦呢 你可能在輝的能力 叫價的能力 你會低了 這個你不先付出的話 你也不可能有一個更豐厚的收入 這個是我看到 阿仙奴其實現在這個做法 都要迫在眉睫 相反來說 是不是有幾多個 25人的陣容裏面 就是現在報應超25人陣容裏面 有8個常規的 自己的培養出來的 一些年輕球員 或者本土球員的那個規例 阿仙奴就不用擔心的 從來都不需要擔心的 從來都不需要擔心的 那 除了這個話題之外 有一個 就是跟阿仙奴有關 有跟奧運有關的話題 都可以跟大家研究一下 就是 奧運在倫敦搞了 阿仙奴又是倫敦球會 其實原來奧運 就令到很多 如果大家猶來猶獎盃 就沒有出現到 阿仙奴也都沒有在倫敦 做任何的表演賽 或者練習賽 這件事其實某程度上 都因為奧運 原來警方那方面 就說 在倫敦球會 就不能再在倫敦比賽 就是在英超之前 因為實在的警力 就不能夠分配 這件事 就倫敦球會 沒有試過的 沒有試過在倫敦 在英超開賽之前 沒有試過阿仙奴 沒錯 的確要看看 倫敦球會在季初的表現是怎樣 這件事可能有影響 阿仙奴也來過亞洲走過一回 非常辛苦 還要去德國 你說車仔那些也不斷去 北美那邊 美積那邊 踢 也有很多 孟成也剛剛對袁和夫斯 孟成不是倫敦球會 你說對備戰有沒有影響 那真的只有對科龍那一場 的確是 很多傳媒人或者球員家都認為 這件事在英國球會來說 是挺詭異的 因為從來英國球會 都是英超最大的 會爭取要在自己的球場比賽 但是這一年 為了倫敦奧運 很多事情都退了 但是英超的開賽時間 沒有變 還是18號 儘管看看倫敦球會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有任何變化出現了 是很期待 冰工廠第一場 將會主場對著新特蘭 新特蘭都是 奧尼爾的大令第下 都是一支不易應付的對手 但是我們有這麼有新鮮感的球員 我現在回想 我們第一場的正選陣容 我們新加盟的球員 有多少可以正選上陣 或者是第一場球會上陣 普渡司機一定有 這麼快就加盟了 普渡司機那隻左腳 如果射得夠行的話 整個英銷沒有人夠厲害 還有新加盟球員 一來就已經很厲害了 今次這麼多新加盟的球員 一起加盟 你說謝雲露 謝雲露貴初也很厲害 官鑑也不差 阿迪巴雅來到的時候也很厲害 藤登球員來到的時候 雷欣斯也是很厲害的 期待一群球員一起 在貴初發個頭威 不像上季一樣 你說的謝雲露也是 希望他能夠拿回信心 事實上現在前鋒陷下去 我們要兩套前鋒陣容才夠的 其實 和曲特、謝雲露 張伯倫 基奧特 再加上普魯斯基 真的要五六個頂級前鋒才夠的 我覺得 還有一件事 阿欣雲球迷可以留意 就是張伯倫會不會 除了打上季經常出現的左右翼 會不會今年也會試試打中間位 因為在熱身賽裡 都看到張伯倫 真的什麼位置都會試 這個不只是混家的意思 一定是他自己走過去 我挺希望張伯倫 會嘗試不同的位置 因為這個球員的可造性 絕對比和曲特高 希望他在阿欣雲的表現 會越來越穩定 或者表現越來越好 帶了更多新鮮感給阿欣雲 另外還有大家不要 在這段時間 整個暑假裡 大家稍稍遺忘了他的 就是艾朗藍絲 因為他是為國效力 其實他表現不錯 起碼肯定到 他能夠拿傑斯的正算位 皮阿斯 皮阿斯不是一個我們說 對他評價甚高的領隊 但是 你看到起碼把英國 他是奧運隊 他們最 叫做最殺食的 本來是什麼 就是夠快 前面那幾個 夠快的話 他寧願捨棄傑斯 而用藍絲 我覺得 起碼英國隊贏烏拉圭 那場球就告訴大家 他這個決定是成功的 對南韓就沒辦法 今時今日的日本和南韓 真的已經 任何球隊都不易應付 射失了一個十二碼 藍絲 射兩個十二碼 入一個 其實都 但一個都不是說 射得很刁鑽 說真的拿了全英國 網仔那隻 真是幸運 沒有什麼球迷會 可能大家對英國隊的 記望不高 所以沒有什麼球迷會 好罪人 開罪 炮轟式地 炮轟 藍絲 這個人 這次真是幸運 技術水平足夠了 去到大賽有發揮的機會 但是 心理質素始終還是年輕 差一點點 不過他就是 威爾斯隊長 還有大把的時間 可以提升他這方面 是歉的了 他走到十二碼點 但起碼他肯走到他 這個都值得藍絲鼓勵 希望他的表現會好一點 對 加上艾朗藍絲 其實接下來的兵工廠的陣容 真的挺有看頭 接下來的 沙軒那些快點過來 真的快點 馬維奈過來 還是雲爺馬過來 隨便一個 我也可以 還有一件事 要提醒大家 97-98年那一屆 英超 雲家一口氣買了奧華馬斯比提 基民迪 班莫迪 這班球員過來 那一屆 成績不錯 記得拿什麼 拿上了冠軍 然後01-02年那一屆 又是一口氣入了五件 李察胡禮 蘇金堡免費簽 雲邦河斯 謝菲斯 杜本潤一 雖然杜本潤一和謝菲斯 都沒有大作為 但是當年文家我記得我曾經說過一句說話就是 加些球員 其實是保持隊裡的競爭性 這一件事 那今屆 又有這些味道 那我們今屆的成績 大家當然有信心 這樣的陣容都沒有信心 怎麼可以說 你問一下你沒有錢買人那些 真是今次可以這樣說 絕對有信心 這次真的絕對有信心 好 一起 各位冰工廠球迷都對阿仙奴有信心 今集的阿仙奴球迷天地又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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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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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